女校讀久了,有点恐难怎么办? 那就去跟女生在一起 What's up everybody, oh hi xia xia 因为最近有一些网友就一直问我爱情的问题 不如就直接开放让大家问,然后做一个影片来回答看看好了 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小帮手 黑色的兔子 喜欢的人喜欢我,可是有女朋友 横刀夺爱的爱才是爱 曖昧对象突然说不喜欢我了 要怎么知道他还在不在意我呢? 他有说不喜欢哦 有啊 那就不喜欢啊 喜欢上一个不会喜欢自己的人 想放下对他的感情 可是又好想继续喜欢他 不知道能怎么办 我觉得就不要喜欢他了吧 既然他不会喜欢你,你干嘛喜欢那个人呢? 他永远不会喜欢你就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 到头来你最遗憾的是你竟然把那六年那七年的青春 全都在浪费喜欢同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还永远不会回头看你 不哭啦好不好 喜欢的男生太过木头 有在互动或约出去看书看电影之类 差临门一角了 我该怎么办还是等待奇迹 我觉得等待炸鸡 很饿 很想吃炸鸡 跟前任变炮友有什么建议吗 跟前任变炮友的建议就是六次 爱上不该爱的人该怎么办 像是已婚大叔之类的 大叔有没有钱 如果大叔有你愿意养他那你就继续爱啊 反正他要给你好的东西啊 如果大叔没有钱的话 我说你就是命贱吧你 那你就自己加油咯 开顶 要怎么跟室友告白 如果被拒绝太丢脸 还坐在同一个屋檐下 嗯 我觉得室友有喜欢他 因为他会跟他就是对眼看个 超过五秒以上啊 然后室友会跟他出去 室友不会跟室友出去啊 因为你们就已经是半统聚半在一起 那你们就开始打炮啊 然后之后就在一起 也可以先在一起 他也不会躲你啊 那如果你希望那个人主动的话 你要自己制造机会 那如果你今天切到一个小指头 他有没有第一时间跑过来吸你的小指头 诶 这时候很好耶 就是你受伤他有没有说 Suzi 秀智 不要这样子 不要伤害你自己 他有梦到你 我跟你讲 如果他爱你的话他就会梦到你 那就是你可以主动碰他 碰哪里 你就这样撈一下 撈一下 为什么忘不了前任还要跟别人暧昧 其实他是想忘掉前任的 其实大家都想忘掉前任 因为你们都已经知道前任不会爱你了 然后你当然是很费心的想忘掉前任 可是 因为你忘不掉 所以你只好 只好继续找人 你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个取代他的人 比他更好的人 所以最后就搞得你这个人很花心又很没安全感 但是 若你是当事者 你是被那个忘不掉前任的暧昧 你也不要理他 你就move on吧 因为这个人就是忘不掉 他在真的忘记之前 他是真的不会找到下一个人 他有一天就会忘记 同意 怎么样才算暧昧 我觉得暧昧呢 就是要互相摸对方的性器官 如果你要问出这个问题 你们就没有再暧昧了 对啊 其实你问了你只要知道答案 但是你有点不甘心 你觉得会有遗憾 你一直为这个 为你喜欢的这个人设想说 他可能是怎样怎样 所以才没有进一步 no 他就是不爱你 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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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不被爱的那颗石头 找一个爱你的人好不好 不要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 对 我跟你讲 现在有两种 为什么有一种人很容易谈恋爱 那是因为他都挑他已经喜欢他的人 如何避免遇上渣男 就是会遇到渣男 我跟你说这是惊艳 因为你会发现 有一批男生他们是有套路的 他们拔女生是有套路的 他们知道要甜蜜 要接送 要捐统的 你就会以为他爱你 因为他对你贴心 他知道要送你玫瑰花 他知道要做什么做什么 有套路的男生是很有经验的人 他知道他这样就可以拔到你 那既然他是用方法拔到你 他其实没有献出自己的真心 所以说 容易被套路拔女生 就是容易遇到渣男的女生 想问Chacha要怎么样 让前暧昧对象回来求复合 然后再很帅切把他甩掉 因为现在生活均没有重叠 基本上遇不到 喜欢的人 就我的前暧昧对象 他现在在马丘比丘 然后我跟他完全没有生活的重叠 但是我发现我有个朋友的朋友 是他的朋友 在马丘比丘 就是六度分离的理论 对 就是你在人际网络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认识到 Honey 我该怎么认识 我跟你讲 我前几天在芝加哥 被一个韩国男生搭讪 那个韩国男生 他是韩国GQ的模特儿 那 你知道 这样就很好 他已经是GQ模特儿 你跟GQ模特儿成为朋友 那他如果去拍照 你认识GQ模特儿的造型师 那他搞不好也造型了 另外一个杂志 或造型哪个艺人 你就认识到Honey了 六度 对 就如果你硬要的话 如果你就拼死命的话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去搜索他的Facebook 然后想要找到你们之间的六个人 对 然后去爬 女生追男生容易吗 我觉得女生追杀男生比较容易 男生追杀女生比较容易 其实你追杀别人要怎么办 你就拿一个刀子 我觉得女追男歌成杀 男追女追成杀 像这个 然后就追杀追杀追杀 欸你也跑很慢吗 我跑很快 你跑很快 我想你大概今天是跑前三 前五棒 或是后五棒 而且你也女校对不对 对 因为我小时候被狗追过 有没有记得吗 有一次 对耶 我在那个公园他被狗追大追三圈 谈恋爱不是追不追 谈恋爱是你们两个有没有互相靠近 母胎单身的我好想谈恋爱喔 可是谈恋爱前一定要减肥吗 不可以胖胖的 但打扮漂亮就好吗 元宝 再说你喔 谈恋爱不用先减肥啊 如果这个人因为你胖而不喜欢你 那你就叫他吃大便啊 对啊 就叫他吃大便 他不懂欣赏你 他就应该去吃大便啊 我觉得你太没自信了 对 但是要自信 因为像我们本身就是 自己就是懒得减肥 所以我们就增加自信 对 就不用减肥了 要如何找到另外一半 首先呢 那你下载Tinder 下载探探探 就会有另外一半咯 还有Btalk 还有Btalk 我朋友就是用了Btalk 然后我帮他聊 最后他现在要跟他结婚 他现在跟他男友11月要结婚 都是我 我是美人 下载请问 请问 请问我 跟一个认识四个月的男生每天聊天 心都被聊走了 但还是感觉不出来他对我有意思呜呜 我该怎么办呢 下载西夫 下载西夫 你没有感觉出别人有意思就是没有意思啊 而且每天聊天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事 我跟我不喜欢的人我也可以每天聊天 对例如说我跟我爸妈 我跟我就是兄弟姐妹 对 都可以每天聊天喔 但是我不喜欢他们 神奇跟好吃也可以 对 像我爸跟我妈每天都可以睡一起 但是 她们爱着对方 哈哈哈 要怎么搭讪学长 搭讪学长的方式呢 就是走进教室里面 然后捞他的下题 叫他们去看Ming girls 你要假装数学很烂 但是通常我觉得她不用假装数学就很烂了 对 而且可是台湾人没有在迷那个同学家教这一块 一起去摩斯读书 美国就有 因为我现在都会去美国男人 美国男同学家读书 她都去美国男同学家读书 然后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那我本身很害怕她会怀孕 有因 因为她怀孕 然后我就变叔叔欸 因为怎样 我反而只是一个哥哥欸 就大家知道我是妹妹 她是我妹妹啦 所以我就变叔叔欸 我变叔叔 我就再也不是只是哥哥 我就变叔叔欸 我今年才18欸 16啊 16岁 因为台湾好像不会去人家读书 可是在美国就是 他们就是说 那今天放学要不要想我家读书 而且都常常常读书 很脏欸 没有没有她两张 你们没有床的 她两张床 她两个床 一个是独书的房 一个是就是有一张床 然后一个电脑房 另外一个睡觉的房间 然后我就 我就躺在床上就 那她会就是这样 环抱你然后摸一摸你的身体吗 不会她就说 你要不要吃鸡 鸡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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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友热恋期后 已经不想疯狂打炮 怎么办 就是男生进房间的时候 你就拿那个自卫棒 然后你就自己 在那边自卫给他看 你就让他看说 你害的 老娘现在就想打炮啊 你不打是不是 我自己打 男友两年后 才要娶我 怎么办 他至少愿意娶你欸 而且他两年后 更有钱 他可以买更大颗的钻戒 我真的不相信红粉之际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我相信粉红色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颜色 欸?鸡毛要不要剃? 鸡毛一定要剃哦 女生一定要剃鸡毛 或是修成爱心的形状 要如何预防感情生变 例如跑出小三 小三是怎么跑出来 是从房间哪里跑出来 从窗底跑出来 还是从小三是从小三妈妈的子宫里跑出来的吗 我男朋友很喜欢跟女生聊天 怎么吵都没有用你 他觉得只是聊天想舒压 那我每次看到他跟不同女生 就独乱 满场吵的 无解的感觉 心很累 男生应该用他女朋友来舒压 应该好好的 就是用他女友来舒压一番 对啊 对啊 女友是不够紧吗 我说口风不够紧啊 这有耶 这有吗 有吗 如果聊天可以舒压 那全世界都没有压力了 我跟你说解答的方法呢 是你现在就给我去坐在教授大腿上 把教授当成圣诞老公公 然后抚摸教授的脸庞 说要不要给我看你的小礼物啊 这样子 然后让你男友知道这个滋味是什么 最后呢 跟大家说爱情呢 是由激情 亲密 以及承诺构成的 激情呢 就是你们两个性爱 跟摸来摸去 亲密呢 就是你们分享心事跟默契啊 互通有无 那承诺呢 就是承诺对方说 哦我一定会去你的生日派对 或是哦我一定要跟你结婚 这样子 或是一个关系的确立 这三个构成要件 才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爱情 所以当你们只有激情 你们可能就是泡友 那你们可能只有亲密 你们就是知己 你们只有承诺 你们就是家人吧 到这边 希望大家圣诞节快乐 拜拜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发我的instagram What's up cha cha 要不要发到你的instagram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发到他的instagram 不要不要 你确定吗 不要不要 不要